事实上我读外交系 那么外交系规定除了英文以外 应该选修第二外文 那么我当时选的是法文 等到要考外交特考的时候 我心想英文读了十几年 法文才三年 所以我还是觉得用英文考比较有把握 所以我就用英文考进了外交部 但是外放的时候 我第一个这个国家是秘鲁 是西班牙语系的国家 所以我只好工作的需要就学西班牙 后来四年以后把我调回来 要我担任总统的翻译 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蒋介石 蒋公 所以蒋公的最后四年翻译 西班牙翻译是我来为他担任的 而那个时候蒋经国先生是院长 行政院院长也是我翻译 而事实上那个时候是总统副总统院长副院长 还有部里的这个部次长长官们 西班牙都是我翻译 那么所以我事实上在同一个时间 我替蒋公跟两位讲总统 那么后来蒋校园先生当外交部长的时候 把我从瓜地马拉调回来当次长 所以我这个跟蒋家燕远三代燕远 这也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演员 那么后来因为我担任了总统西班牙翻译以后 就在外交部被界定为西班牙专家 所以外放始终是逃不出中南美 所以一直都在中南美地区转 最后有一次把我拍到欧洲我很开心 但是还是西班牙 所以我就被部里面界定我是西班牙 我这一方面 那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开放 比较这个也有相当的幽默感 所以跟拉丁美洲人在一起 我觉得相处得非常好 很容易建立感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